今年世大運培訓隊正中 包括正副隊長陳崇宇和陳崇廷 左打炮越東華等新生代好手 都已經報名7月初的終止選秀會 準備在更高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但左投呂彥晴卻再次決定不報名選秀 原因很簡單 他認為自己還是沒有準備好 因為我覺得職棒是要打一個賽季的 所以我就自己就是體能方面 還有一些技術還沒有辦法打到哪裡 我覺得還要再磨練磨練這樣 目標當然就是先看能不能 就是把自己的技術提升 然後看能不能壓制一些 像陳氏隊那些神敗他們 就是這樣是一個最好的目標 在業餘這方面 從2015年廣州世大運 到棒球雅錦賽和十二強賽 歷經多項國際一級賽事犀利的呂彥晴 早已從大家口中的小鮮肉 變成隊友眼中的大學長 但這並沒有改變他原本對自己的規劃 挑戰中職是終極目標 但學業也很重要 衝憬是一定會啊 因為很多學長都在就是 也有看電視也都看得到他們 然後我覺得現在都大三了 所以其實在讀也一兩年而已 就我覺得應該會先完成學業吧 先把學業完成 因為自己可能一開始打球目標 就是挑戰職棒嘛 所以現在也打到這種階層 我覺得我去打職棒我是一定會去 但是只是看時間的時候什麼時候去這樣 對平均生涯相對短暫的職業運動員來說 許多人都在機會來臨時 義無反顧地登上職業舞台 就算還沒準備好 也能在更高強度的環境中快速成長 但也有人像魯彥晴一樣按部就班 希望能把自己武裝到最佳狀態 再來挑戰職業舞台 不管走哪條路 只要堅持到底不放棄 都能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我把其餘秀人採訪不到